你了解这个字吗?你知道这个字的含义吗?你知道弄懂这个字的真正含义,你将可以驾驭你想要的一切,甚至逆天改命,扭转乾坤。 这个字是色,此字起源于商代甲骨文,指古物仓库。古物已经成熟,可以收割进古仓了。 竟指古物已经成熟丰收,也可用作小气,吝啬的意思。 在《道德经》中,它代表的意义非同寻常。 《道德经》中说,智人是天莫若色。色这个字就是《道德经》用来的智人是天的准则。 其阐述了智人是天的重点莫过于遵守色这个字。 为什么呢?我们来看看《道德经》59章。 《道德经》第59章,智人是天,莫若色。 夫为色,是为早夫,早夫为之重积德。 重积德则无不克,无不克则莫知其极,莫知其极,可以有过。 古代天灾人祸连连面对一切风险,人类要生存的首要任务在于积累粮食物资。 色是指古人在收获古物后就收藏好并且仔细保管。 因为十分爱惜节省甚至为了储藏物资而过分的小气。 古人都知道面对未知风险,就要积蓄粮食。 所以吝啬节省是一切生活财富起点。 当人穷怕了就会想尽办法赚钱省钱存钱。 当一切行为渐渐习惯了,钱自然就出现了。 人的权力、金钱、能量等等也是遵循一样的道理。 吝啬是为了避免损耗自己的积累,也是帮助自己能储蓄更多。 古神巴菲特是世界首富,他也是一个节省出名的人。 所以就能明白富有的本质一部分是积蓄实力而往往越是有钱人,越是节省。 所以当你要对抗一切,驾驭一切,在生活上你要节俭,积蓄实力。 等你储存得够强大后,就可以对你的目标将为打击。 用一句话简单说,钱能解决生活中90%的烦恼,剩下的10%就多砸点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只要积累的财富够多,我们可解决很多麻烦。 策这个字就是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钥匙。 在修行中,修到人要做到能量不外泄,吝啬的固守能量。 坚决不要和自己无关的人说话,守住元神能量内反,才能天然合一,降伏外摩。 这就是是天,人要强大就要学会聚焦和做减法。 我们的精力是用来投资自己的强项。 至于其他的人,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 我们没有时间去当别人的韭菜。 金钱的韭菜,借钱给人花,给人投资,给人利用。 时间的韭菜,人际关系的韭菜,替人跑腿,做白工,给人利用。 所以要学会吝啬我们只集中力量,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。 至于其他的事情,都不要管。 真正的强者,很少自我消耗或被人消耗,而是努力积累,实力变强。 重积德的根本,在于最后,你强大了油量的积累而产生质的提升。 你强了,轻轻松松就可以驾驭人失误。 对外控制也是非常简单。 所谓重积德,则无不克就是这个终极法则。 通过重积德,累积能量,让我方不断强大,形成巨大的气场势力。 然后形成高维度的优势。 这种高维度的强大能够制衡任何人,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。 当人面对强大形势时,就会提早投降臣服,这就是早服。 也叫形势比人强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,莫知其极,可以有过。 进阶自然到了,就会有一片天地。 实现无为而至的最终的机制,让对手心甘情愿地被你支配和操控。 所以想突破生活中一切困难,就开始吝啬地积累实力吧。 当你有百万雄师时,你不用喊打对手,就会投降。 当你手里有亿万资产时,想解决问题也不用喊砸钱。 这就是无为之道也是之人师天莫若瑟。 现在你了解色的奥义了吗?